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兵少人 阿兵少人 他们曾经是陈水扁的独路人 民进党元老级人马 9月9号正式在凯达格兰道道庆座 一直到阿兵下台 阿兵少人 为陈水扁设计竞选广告的政治化妆师 陈水扁很有杆子 这杆子就是死不认错 一天到晚说法 替陈水扁打赢319枪击案的律师 我们昨日以陈律师为荣 但是今天以陈总统为辞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在台湾陈水扁总统昨天刚刚外访回来 赌边运动又在升温 后日他就要面对大规模的赌边静坐 这次赌边集会的地点 依然是总统夫对开的海达格兰大道 但是牵头人和过去不同 很多过去还是陈水扁的同路人 赌边阵营说 想将这次集会 办成一次不一样的集会 不叫口号 不安排上台发言 但是就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 要请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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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万人倒边静坐 举行前夕 陈水扁如期出访 一早说已经准备好遗书的施明德 公开自己还肝癌消息 这次就发现我的肝的左翼 有1.5公分的肿瘤 透过静坐 所有表达的诉求 台湾社会 包括本人都已经清楚的听到了 施明德声言 病情不会影响他的决心 对我这样历经沧山的人来说 生命是用来完成使命的 施明德频频见记者 记者会亦都经常见到 广告人范可音的踪影 却负责这次集会的包装 我们大概会采用空飘气球的方法 来制作四个空飘气球 分别写上李毅廉词 李毅廉词这四个大字 已经请书法家写好 但是会由原本打算 用大型布曼挂起 改为写起四个大气球上面 总统他已经 变成连这四个字的 基本的条件都没有 范可音希望 这次集会 可以有别于台湾 一直以来的政治集会 他呼吁参加者 全部穿红色的衣服 但是集会不会有遥期 也都不会邀请政治人物 站台演讲 红代表一个怒火 当你的怒火产生的时候 你穿了红衣服来 就代表你是愤怒的人民 不站台的原因是因为 你只要要一个人上台了 其他人就要上台了 那个标准很难去限定 在他的办公室 挂着陈水扁在2000年的时候 的亲笔签名 今天为倒贬而卖力 六年多之前 范可音为第一次参加 总统选举的陈水扁操刀 拍了21个广告 阿扁在那个时候 他做市长 跟做立委 带给大家觉得 他是一个非常 很有guts的一个人 我觉得他很有guts 所以在六年前 我们帮他做的时候 有八个字 叫做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现在的陈水扁 已经比范可音 完全不同的感觉 他对于施明德的印象 也跟往日不同 我那时候大概才十岁吧 十岁吧 在十多岁吧 我还写过文章 还骂他 说这个讨厌的叛乱分子 然后他被抓的时候 我们好高兴 那人生真的很奇妙 人生真的很奇妙 他现在 我现在竟然会跟着他一起 再做另外一件事情 二千年总统大选 当时民进党 仍是徘徊在总统府的门槛外面 投票前 最后一次做世晚会 几位最具分量的前主席 一起为他们的后背打气 当时蓝营分裂 民进党成功 将陈水边和呂修联 推上最高权力 当然那时候我们真的充满希望 因为我们终于有一个可能 把我从年轻少年的希望 能够提翻奖家独裁政权 扳倒国民党政府 都能够提翻奖家独裁 等待那些人往落实了 所以那时候我们真的 就像他选市长讲的 有梦最美 希望相随 民进党以青年的形象上台 回应民众求变的呼声 不过斯美德说 陈水边六年的政绩令人失望 不护国民互通 如为誓言 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没有能力 人民还可以接受 但是到最后 变成这样的毕案年龄 甚至于他太太的朋友的朋友 李慧芬的那些发票 不管住在今月的发票 购买什么衣服的发票 都会跑到去报国务基要费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办法忍受了 这已经明显贪赌了 接二年三爆出的舞弊案 包括一连串子陈水边 陈水边和家人用酒店、珠宝店 以至书店发票 申报国务基要费的涉嫌做假案 正由检调当局调查 证人李慧芬 从澳洲回到台湾作证之后 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审结 陈水边上台的时候 标榜了青年形象 六年之后所缘无记 陈水边本人的银行户口 亦都被指出现一笔可疑的资金 高达一亿七千万新台币 台湾基柱变形 台湾基柱 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对不对 对 对 当了总统以后 整个大的事 或者是那种厌情 你看不出来 对国际事务的了解 也不够广泛 然后 左边也不敢用大人 都是用一些比较统治军 他可以控制的人 原本支持的陆营民众 也都改变立场 有人射信号枪 有人烧车涟粉 高雄出生的施明德 20岁就因为参与台独活动被捕 坐了15年牢 79年 他和黄信佳、呂秀年、许信良等人 成立美丽岛杂志 宣扬民主化和台独主张 12月一次在高雄的集会 演变成流血暴动 众人被捕就是美丽岛事件 施明德和现任副总统呂秀年 都接受军伐审讯 他亦都在审讯过程 认识做辩护律师的陈水扁 美丽岛事件 是台湾民主发展的摇纳 也都吸引更多新人投身政治运动 1980年美丽岛事件发生 在军法庭上面 他们这些历史界的朋友 才第一次坐在那里 听到这些江阳大道 这些反抗者 这些革命者 在法庭的陈述 那时候他们才改变了 他们的职业 从律师变成一个政客 十年政治牢獄 施明德出狱之后 做民进党主席 并用这个身份参选 当选立法委员 他跟陈水扁一齐 争取台独 我当民进党党团的总召集人 他就担任干事长 就像那时候 我就党团的主席 他像秘书长一样 其实我们相处的时间 真的还不错 他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人 他在那一段时间里头 每天晚上九点钟 一定打电话给我报告 今天做了哪些事情 明天党团要做些什么 所以如果他当一个行政院长 我想 会是一个蛮不错的 施明德退党之后 曾经淡出政坛 直至今次 搞一人一百元的行动 他在正式宣布倒变之前 曾经发表公开信 请陈水扁人退 陈水扁先生 你还用你的意用辩护 帮助他脱罪 你怎么作为全民的表率 他还一度表现激动 作为一个前任民进党的主席 我觉得这个决定 虽然很痛苦 但是在我已经 跌击枪伤之后 我还是今天 虽然他们已经发动 各种力量来抹黑我 攻击我 但是我还是非常坚定的 我一定会做到 自从施明德牵头倒变 范陆震盈 对他的私生活 以致人格 猛烈评击 民进党 另一个元老 公开叫停 人士同根生 相间和太子 当然我也希望大家 在情绪激昂之后 能够回归理性 而且负责任 来面对所有的问题 女秀联和施明德都曾经为台湾民主奋斗 美丽岛事件发生的时候 担任集资社副社长的女秀联 和施明德一样被判刑 是否能够逼使陈水扁自愿隐退 施明德认为 女秀联是关键 开始有人公开呼吁女秀联 趁陈水扁出房 采取行动 民门强烈的要求 女副总统 以总统代理的身份 立即宣布 暂停陈总统职务 接受司法调查 如果总统愿意在这个时候辞职下台的话 副总统继任按照宪政程序运作 我们都支持 道变呼声高唱入云 呂修联在这段期间 接受了一本雜誌访问的时候说 她已经做好准备 她的动向引起外界很多想像和揣测 下一节再看 百万人反贪腐倒边行动 未来几天进入关键时刻 发起人施明德 今天也再次召开国际记者会 讲述静座的部署 新闻透视记者许绍分 现在就在台湾 绍分 今天你也要去记者会 最多人关心的是什么问题呢 外国记者最关心的就是 为什么他们不透过司法 而要用静座这个方法 来逼使陈水扁下台 而施明德今天在国际记者会 上面就说 在成熟的社会 人民力量是一定存在的 至于为什么不用司法 是因为台湾人 根本都不相信司法 而过去司法 也有很多次被干预 而就高检柱 今天最新证实 陈水扁和他的太太 吴淑珍 因为国务机要费的问题 而被调查 施明德就相信 这次的调查 都不会影响到台湾人 对于静座的支持和热情 因为他们都不相信 调查真的会公正的 绍分 倒边行动的声势 过去几天好像有点回落 你观察了台湾几天 台湾民众是否支持倒边 其实那些支持 那些赞成 陈水扁应该落台的人来说 他们的心情是有一些矛盾 因为一方面 其实他们都不太相信 可以透过静座 令到陈水扁下台 但另一方面 他们又不得不去支持静座 而倒边总部就说 其实真真正正 发起今次的静座 是台湾的民意 是台湾的民怨 而陈水扁是否应该落台 应该由台湾人来做决定 到底最后 今次的静座 会有多少人来参与 到底会有什么结果 就好像倒边总部所说 大家真是要羡慕期待 谢谢郝小芬 继续留意着台湾事态的发展 其实过去几个月 倒边行动可谓一浪接一浪 但是说到跨党派跨界别 9月9日开始的静座 是最多人关注的一个 过去几个月 台湾社会笼罩在一片 倒边挺扁的争拗之中 陈水扁民望跌至谷底 出来倒边的 越来越多是来自他昔日的同路人 那个319 不是 那个大选诉讼案件 那个判决处还在吗 对对对 罗炳成是律师 两年前 总统选举前夕的枪击案之后 南营入品法院 就为他代表陈水扁辩护 联中的律师也蛮强的 他们当时提的是 一个民事的综合辩论词状 这么厚一点 这么厚一点 很认真的 04年大选前夕 一粒子弹将选情扭转 总统遇见 枪手近距离开枪 陈水扁只是擦伤土皮 依然可以参加第二天的选举 谢谢 伟大的人民 伟大的台湾 连任成功 但是惹来极大争议 南营提出诉讼 想推翻选举结果 一年之后败诉 罗炳成帮陈水扁打赢了官司 昔日的辩护团队 今天公开赌贬 罗炳成说 官司赢了 不代表就是真理 我们等不来一个总统被违法认定让他下台 如果一个民主的机制 只有建立在这么低的标准上面的话 那这种民主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民主 陈水扁被过了319案 之后的高雄接运武蔽案 虽然成功破案 但是被牵涉在内的总统府副秘书 就被判无罪 到近期的搜狗礼券案 陈水扁的解释是 没有直接收过礼券 那你说你收到了某某某某人的礼券 你就要下台 那如果是经过某某某某人 转手第三者送到你手上 那你还不是应该下台吗 你花的重量也要够 花这样轻飘飘过去 某某糊糊的过去 然后老百姓就说 哎呀对啊 我们的总统没有骗我们 我们继续支持他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你把它当成笨蛋 这个不是一个反制的社会 不少人质疑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系统 令到很多弊案的调查和检控都不成功 他那个滥权 他可以把他的手伸到这个法务部里头去 影响这个检调 那像现在的贪腐弊案的话 他就是让这个检调 就是把案件 要么就是说这个就是签结 就是说我不起诉 就说我查不到证据不起诉 陈水扁外访 暂代职务的副总统呂修莲 成为焦点 但是他就表现轻松 不让他 你会招待你什么事情 要我好好看见 就在陈水扁面对落台危机的敏感时刻 呂修莲高调接受杂志专访的时候说 已经做好接任的准备 但是强调 要总统落台 也都要按宪法去做 所以卑微的话随时要做好准备 但是我没有说我要继位 他一讲爱家鸡蟹子 想吃又招待又不要的那个样子 呂修莲和陈水扁搭档这六年多 一直被外界认为他们两个不和 呂修莲思国在记者面前抱怨自己是心功怨斧 为什么国民党集权出来的民党副总统 他可以兼任行政院长 而民党集权出来的副总统 整个社会就期待他 好像要打入身功的怨户一样 520之后呢 如果说事情多得让你说不了 到时候你不要再说副总统应该是一个没有声音的人 感谢大家 昔日的战友在街头倒扁 呂修莲就在一个月之前 牵头成立一个新团体 《蓝天绿地好台湾大联盟》 在成立大会上面 呂修莲主动讲道 从政者应该廉洁 一家庭的弊案等等 我们也希望放在同样的水平来加以处理 凡事要依法行政 他会在很多小动作上 表现出他跟陈碎扁是不同调的 比如说至少在青年这个问题上头 《蓝天绿地大联盟》表示说 草野要和解 蓝绿要和解 那吕修莲当然是有透过这个 《蓝天绿地大联盟》的支持 想取陈碎扁而代之的企图 这是看得很清楚的 林天才是大联盟成员之一 他说大联盟是希望改变社会上 蓝绿对市的状况 并非外界所指 是呂修莲铺路准备接班 很希望共同来创造台湾新的一个生活价值 跟新的生活方式 那我们整个推动的一个情况 是跟政治没有关系 这一轮的倒边活动 由六营中人主导 新兼台北市市长的国民党主席 马英九 在今次百万人倒边行动之中 反而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我在这里公开跟马英九市长讲 你不要明着反扁 你在私底下 找两面所法 你不要再搞2004年的那种花招 你当然希望这样的政权 这样的总统继续下去 好当你2008 甚至当总统 你不要实行太重 最后台北市政府终于批准 有条件开放海达格兰大道24小时的路权 给正在人士 马英九处事的方式 在党员愚军难中 认为他不够魄力 其实我觉得他这次处理 跟他以前的态度一样 就是说有点摇摆不定 这样子 那当然很多泛滥民众 会希望他在一开始 就会有比较有魄力点 去处理这件事情 三个月前 在推动罢免总统议案问题上面 马英九一开始表明不支持 国民党支持者集会 要求陈水边立台 马英九也都成为抗议对象 马英九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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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马英九态度改变 公开促请陈水边落台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 罢免陈总统 终结贪污政权 把亲民把亲联 还给台湾人民 罢免案最终都无法 在立法院获得通过 学者说 事件反映马英九做事 太过犹豫 马英九很犹豫 他不敢在公众面前 主张自己 因为他怕人家说他是外省人 你凭什么有自己的主张 陈水边昨晚回到台湾 重新 不会自动落台 全世界所有独裁者 掌权者 再没有倒下去 以前一分钟 他都说他一定会坐下去 他一定不走 但是你看得太多了 菲律宾的马可思 这样子 台湾政界认为 今次静坐 会不会给到陈水边的压力 取决于有多少人支持 而陈水边的外访期间 和传媒查罪 证实他曾经用其他单据 报销国务的要费 并且已经将有关资料 向调查当局讲明清楚 高检署的调查 短期内 还会不会有新的披露 我们会继续关注 各位 今日的节目时间到了 下星期四再见 接下来是东张西望